很多人都有在宅院种树的习惯 不过进家门的树相对讲究 不能随便乱种 老一辈人就常说 无树进宅 人穷家败 意思就是 这五种树不能种在宅院内 否则可能会人穷家败 那五树指的是哪些树呢 看看你家种有吗 第一种 松树 松树是一种长绿桥木 它是众多树中寿命较长的树种 一般可以寿命都在1200年以上 目前已知活得最久的松树 已有5000年 这种树树形高大挺拔 树高可达75米 自带神秘而庄重的气质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古代 松树被视为长寿 坚真 祥瑞之意 被视为吉祥树 常被用来装饰庭院 但同时 松树也是牧原的常用树 加上部分松柏 会产生大量之类化合物 味道让人难以接受 而且我们前面提到 松树寿命长 树形高大 又是长青树木 长成后 反而会遮蔽房屋 影响房子采光 也容易吸引蛇虫 鸟类等安家落户 所以很多人会忌讳在家中 或附近种植松树 时至今日 这一禁忌观念人深入人心 第二种 桑树 桑树是落叶桥木或灌木植物 树干较高 叶子大而茂盛 是不少昆虫的食物 桑树所结出的果实 成熟后可以直接充饥 也可以用来酿酒泡茶等 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较高 在很多诗词古事中 隐喻了桑树在古代是国家安定 百姓温饱的象征 虽说桑树作用良多 但古人却将其进入宅院内 实则也与谐音梗有关 古代人们思想相对封建 而桑与桑同音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他们觉得 把桑树种在家里是不吉利的 不过从现代角度出发 桑树是各动物们的绝佳之所 其也和索结的桑树 也是很多昆虫鸟的食物 为了避免蛇虫注意等不速之客 前来惊扰到家里人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将桑树种在房前屋后 更为宽阔且远离住所的地方 而不会直接种在家中 第三种 梨树 梨翠田多枝 有天然矿泉水之称 是我们常吃的水果 梨树是一种喜阳喜光的植物 一旦环境不适宜 梨树生长容易受到影响 也容易感染病虫害 影响居住环境 不太适合种植在家里 此外梨与梨同音 古人觉得它与别梨有关 种植在家里不利于家庭和睦 所以会忌讳在家中或庭院种植梨树 第四种 柳树 柳树是杨柳科柳鼠桥木植物 它树形高大优美 多被用作绿化树种 常能在公园或江河岸边见到 但极少看到在家中种植的 因为柳树根系发达 一旦长成可能会破坏地基 影响住宅安全 另外高大茂盛的柳树 一招雷电 也容易吸引毒虫聚集 同时也会影响房间采光和通风 不利于主人居住 所以柳树不宜栽种于庭院之中 第五种 槐树 古人认为 槐中有鬼字 寓意不好 过去民间还将其称为阴树 觉得不适合种在庭院中 从科学角度上看 槐树和柳树一样 同属于高大落叶桥木 种在家里不利于居住安全 于是 民间也就有了武树进宅 人穷家败的说法 艳雨是古人根据经验总结而出的 虽有一定依据 但由于认知不足 多数情况下 他们会把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基于谐音上强行解释 实则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道理 只要不违法乱计 不影响居住安全 想重就重 也不必顾虑太多 对此你觉得呢 不可能会把救助 我自己带来欢迎来的 有没有